日期与时间函数 这边最后一个综合练习题 主要是要做出一个年历 那这个年历的话 怎么样可以快速 但它本来是 完全是空的 就是说从这边 这边是空的 然后底下的话也是空的 就是说呢 我们有什么方式可以 如果产生第一天 可以让它快速的帮我 把一整年的年历全部做出来 那里面的话可能就需要 它几个逻辑 第一个如何产生每个月的 那你产生第一 一月一号之后的话 先产生每个月的第一天 然后二月一直到十二月 再来的话往下填满 所以我们未来是向下 向右 全部填满完之后 一年全部都做完了 等于一年年历 不是说做很多次 做一次就好了 当然可以用函数 那函数里面 可能会用到几个 比较重要函数 像怎么比较什么 向下填满 当然它跟它相差一天 那不过可能后面会有几个问题 就是二月 它有二十八或二十九天 那如果是三月的 那就把三月的要删掉 不能让它显示在下面 OK 那所以这个地方该怎么做 这第一个啦 第二个的话呢 当然后面也会做出VBA 所以VBA的话呢 其实我这边已经有写完了 就是说一个一个那个VBA的程式 这个程式的话呢 它可以直接按一下年历 有没有 会跳出请输入哪一个年份 2017好了 那你按2017按一个确定 它会自动帮你怎么样 把那个这个2017的1月1号先填上去 填上去之后 在每个月的第一天 然后再自动把每一天 全部都填上去之后 再来就是把礼拜六礼拜天 填不同颜色 OK按个确定 给各位看一下 有没有 全部做完了 这个蛮快的啦 但是 里面程式其实还蛮复杂的 OK 也不会到非常复杂啦 应该你们都看得懂 只要逻辑清楚 都可以写出来 那但是难度一定又比前面我们讲的 还要又稍微再往 难一点点 OK 那这里面的话怎么做啦 我想按部就班来看 第一个的话呢 各位可以看到 中文练习1的第一个 各位有没有发现 这个日期原来的格式是这样 西元 可是如果说我今天希望 可以做出类似像这样子 这个是民国年 民国年 而且1月1号 如果是各位数字要自动补零 如果是斜线要变成点 后面要出现周几的讯息 那这个地方 第一个当然你要怎么把这个格式给做出来 这个地方呢 不是VPA做出来 里面是用格式做的 OK 那怎么做 第一个我们来看一下 先切到那个 今天好了 那等一下请各位看一下今天部分 今天的话我想 当然要抓到今天日期的话 可以从那个日期时间里面找到什么 当然你可以用什么 用那个NOW可不可以 其实也可以 OK 按个确定 格式的话 当然我把它改回来 格式的话呢 一般预设是日期格式 像这样子 那当然你如果用什么 用TODAY可不可以 当然也可以 TODAY也可以抓到今天日期 不用任何的因素 OK 那格式的部分的话 当然你可以怎么办 我也是用预设的好了 预设是这一个 OK 那你会发现NOW跟TODAY 其实做出来结果 如果在日期上面是一模一样的 那有哪些地方不一样呢 基本上 TODAY只有今天日期 没有现在时间 可是NOW的话呢 除了现在今天日期之外 还有现在的时间 所以如果你把这两个储存格的格式 改成什么 改成那个日期 改成时间好了 时间里面的话 改成有日期加时间这个格式 你按确定之后 那你会发现 那个NOW的话呢 它会显示现在的时间 那TODAY的话 它一定是在12点 就是凌晨12点的时间 OK 所以这个地方呢 是最大的差别 那再来 如果说我今天希望格式 假如说我今天希望把格式 这个今天日期 格式化成刚刚看到的这个 有民国年 然后各位数字要补零 另外中间要点 后面要加周级的话 我可以怎么做呢 按右键 中文格式 基本上 如果有些日期格式 在里面没有 那你可以自己修改 那改的方法 大概就是说 第一个 先找出一个接近的 比如说中华民国利 我特别注意 中华民国利 仅限于台湾的繁体中文版才有 所以如果你是冠其他地区的 是绝对没有的 好像之前有同学问我说 为什么我的电脑里面没有中华民国利 原来他的电脑是英文版的 英文版是绝对没有中华民国利 OK 全世界就只有台湾 只有中华民国利这东西 OK 那如果我们目前假设的用这一个 那当然你可以选一个接近的 再来怎么样 你可以按制定 各位有没有发现 这个地方他会出现他的格式 民国年前面会有一些 他一些相关的引述 那如果你要两位数的话 那我们可以把年去掉 中间补一个什么 点就好了 月改个点 日的话呢 就是干脆删掉 因为它是一个字串 就是一个文字 把它删掉 那如果说你要各位数字补零的话 那记得啊 你这个M 记得改成什么 MM D的话改成DD OK 这样的话 我们就完成 第一个 就是说 民国年终变是个点 但是后面呢 如果说我今天希望 可以在后面再加个瓜糊 里面呢 出现周集的话 或者是星期几的话 那要怎么做 基本上有个简单的方法 你打一个A A A 就可以了 三个A 那如果你打四个A的话呢 它就会是星期几了 OK 那你想说 这怎么知道的 其实很简单的 这个东西 其实也不是秘密 也不是什么 你其实可以用查的 在那个 比如说日期里面 各位可以看到 有一个 这边把它改回西例 这边有个周集 对不对 周集里面呢 你改回自定的时候 你会发现 这边就告诉你 它是AAA 来表示周集 那如果你点那个星期几的话 它是 那个会出现四个A OK 所以基本上 那如果你将来有兴趣的话 可以自己再了解一下 每一个预设格式里面 它背后都会有 习惯的相关的格式用法 那你可以再去拼拼凑凑 你可以凑出你要的格式 OK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呢 我们按确定之后 那你可以发现 最后就可以做出我要的这个格式了 OK 这个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呢 奥运的倒数计时 等一下你们开启这个档案 因为之前好像是2016 不过2016的已经过了 自己再改一下 2020好了 那2020 到底倒数计时 剩下总共几天呢 假设啦 我们的奥运日期 我假设是2020年的8月1号 但是2020年的8月1号呢 距离今天呢 总共有几天 那怎么算 其实有一个简单的算法 最简单的算法是吧 就是 直接把什么 等于 这个日期 减掉 今天日期 它先now或today都可以了 我们today 减掉就可以 但是有可能它返还回来的格式 因为日期减日期 它会给我一个日期 那你还是一样 把它改回什么 改回这个通用格式 按个确定就好了 那你想说 为什么日期减日期 会是一个数字 其实呢 日期 在esale里面呢 它本来就是一个数字 OK 所以这个地方 假如你再把它按右键 图成个格式改成通用 它也是会一个数字 所以日期就是一个数字 那你想说 那为什么未来的数字会比较多 现在的数字为什么比较少 它基本上的概念 就是用今天的日期 算到1900年的1月1号 两个相差几天 也就是把1900年的1月1号 当成是开始第一天 OK 然后呢 一直算算算算到今天为止 总共是42,657天 OK 有这么多啦 反正一直算会越来越多啦 那这个数字呢 当然 理论上应该 我想应该也够用 就是说未来 即便是到 很后面的时间 我想这个数字 基本上用一定觉得最多可以1000多万 应该也都够啦 所以基本上的话呢 如果拿这一天减到这一天 最后就可以算出来 所以日期减日期 如果你要算两个 日期相差几天是最简单的 那其实最难的是什么 相差几个月 除非你一个月是30天 不然的话 你还要有大月小月 还有22月28天29天 那你要算到非常精确 不太容易 所以这个时候 如果你没有比较好的方法 那真的很难算 所以后面会讲 第二个就是说 Dative 其实如果你会Dative的话 这些问题基本上都不存在了 因为Dative非常好用 它可以让你算出 很精确的年月 日的话用这个方法就可以了 那年的话 它还会帮你算 到底有没有满 满那个 比如说这个人生日到了没 生日的话 它才会加一岁嘛 如果生日没到 那当然就没有再加一岁 所以Dative会帮你判断 那所以等一下请各位 稍微看一下 就是说呢 这边有那个 这个人的生日 等一下这个 你们应该没有这东西 也就是说 这个人的生日 到今天为止 你有没有办法算出 他出生到今天为止 这种几岁了 然后几个月 又几天 OK 如果要非常的精确 到这么细 该怎么做 那其实 做法 关键就是这个Dative函数 公式其实也非常长 不过就是这样子而已 就这样子 所以结果就可以把它做出来 那待会再来看 怎么样利用Dative 来做出这样的结果 当然除了Dative之外 我说真的 好像也没有更好的函数 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理论上 这个计算日期 计算日期的话 这个Dative 非常的重要 可以 请各位先试试看 稍微了解一下 刚刚综合综合练习题 如果可以 也可以试做看看 第二个 我先用Now 再用The Day 然后格式的话 你可以把它改成 我们刚刚讲的这个格式 那再来就是 计算那个 奥运的2020年 到今天为止 那 假设 那个奥运 2020年的奥运 是8月1号 2020年的8月1号 那距离今天呢 还有几天 如果你要倒数计时的话 其实你可以怎么样 把那个日期 其实它预设里面 那个背后的格式 只是说帮你做格式化 不过里面存在 Israel里面的 还是一个数字 一个整数